穿著深色外套的男子來到工廠大鬧 一腳用力踹 玻璃石大人活速抵達 立刻上前阻止 工廠老闆好困擾 因為車子不只被踹還被刮花 已經構成毀損罪決定提告 就是男子行為脫序 遠景上前幾步一聞 就聞到濃濃酒味 公廠只是路過 在這邊進進出出胡言亂語 當場被上銬 酒醉的他是一開始是藍車 然後跟司機有爭吵 他很大聲 就是等於是用火的 就是好像就是用手 再把車子的那個 後照鏡那些有揮損掉 原來工廠對他並不陌生 因為證明酒醉的裝姓男子 短短兩個月 只要喝酒就大鬧 光是報警記錄就有五次 事發在20號晚上的七點多 新委是細紙報新街的一處工廠 嫌犯依似不滿 住家旁的工廠 長期貨車淨出生一胎炒 喝醉時就會常找麻煩 但這次最嚴重 讓工廠的貨車保險桿凹陷 照後鏡被折斷 49歲裝姓嫌犯有毒品竊盜 以及毀損前科 平時和父親同住 喝醉就會大鬧 就連家人也攔不住 案發地附近多是工廠 以及公寓住宅 碰到令人困擾的鄰居 也只能多加防盜系統 避免遭到入侵 或是請派出所設巡邏點 加強守望 TVS新聞龍世五星宴 新個市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